MING PAO TORONTO Hi Hi! 今日艾雲又返時又回到香港機場了 去哪呢? 我們為了祝何阿根廷取得世界杯冠军 所以我們這次的目的是阿根廷 但是其實我是英格蘭粉絲 在這裡介紹一下阿根廷這個國家 阿根廷這個國家是位於南美洲的南部 以領土面積來說是全世界第八大的國家 阿根廷的官方語言 阿根廷的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 因為阿根廷以前曾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它在1010年5月脫離了西班牙的統治 但是它在116年7月9日成功獨立 俄羅斯亞利斯是7月9日的大道 紀念阿根廷的立日 阿根廷的貨幣就是阿根廷Peso 但因為阿根廷的通貨膨脹非常嚴重 所以跟美金匯率每天都在變動 今天3月26日來計算 1元美金就等於205元的阿根廷Peso 阿根廷就慢了香港11個小時 阿根廷的插頭是220幅 而形狀是扁頭的八字頭 我們這次阿根廷主要去五個城市 首先我們這次會搭KLM和河南 在荷蘭Amsterdam的轉機 轉完機之後會直到布林歐斯亞利斯 之後我們不停那裡 首先會去碧春國家公園 然後就會去阿根廷最南面的一個地方 叫做Usowire 就是最接近南極的一個地方 然後就會上去布林歐斯亞利斯 就是阿根廷的首都 然後就會再上去和巴西接壤邊境隔壁 一個超級超級大的木堡 就是伊瓜蘇木堡 我們最後去一個叫Berry Lodge 的地方 那個就是有南美瑞士之稱的 就是這樣啦 很期待這次的行程 我們出發啦 有十幾個小時 終於來到阿根廷 轉機到13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去阿根廷走一個跨線 現在就會去那個公園那裡去看 什麼這麼香 去找這個858號巴士 去花展先 招牌打卡位 I'm Amsterdam Hello Hong Kong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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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tings from the Gurgle 是瀑鞋 好奇心 快走 出ot ov 我們去完花展了 在這裡泄了四個鐘 其實這個公園真的很大 我們現在乘搭巴士 出去Amsterdam City走一會 在這裡走一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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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